这是前几天赶海的时候啊,搁浅了一条小鲨鱼啊,他已经快没有呼吸了,咱们来给他做个人工呼吸,看看能不能抢救过来,有老钱看见这么正能量的端子了,伐手就留下了一个大嘴巴子,哎不是,伐手就留下了一个双鸡,还有的老钱,摸摸前几天, 用了,我手里拿着火起海马呀,就连我爷爷也没见过这么大的,海马是一种名贵的洗澡正样材,只有天气冷的时候,短短几天才能遇得见,有的朋友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可爱的火起海马,他就不敢给他双鸡,有的朋友给了个关注,看我在你海边看海直播,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,就是在推大潮的时候才可以见到他,超级大的海葵花呀,人家别的小朋友都有双鸡了,不知道我的这个这么大,这么漂亮,能不能收跟你们的小爱心呢? 喜欢的老铁记得加个关注,看我带你户外干海直播咯 这大海退潮之后,这沙滩上总会遗留下来的宝贝,看看这条鱼的头部,一被浪击打在沙子底下,它的尾巴朝上,这条鱼的名字特别好,叫安康鱼,首先祝咱家双鸡的老铁,你们在2019年都幸福安康,来都来了,加个关注 昨天发现的那条大鱼,挖出来的时候,也不知道死了多久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死亡,他生于大海,今天就把他丧在大海,保护大海环境,从我做起,从小事做起,觉得小弟说的有理的,别忘了给点个双鸡,喜欢看大海抓海钱的,记得加入关注,看我直播,感谢 来吧,来吧,来吧,来吧